今天来分享一下我使用了几个月的OWC Thunder Blade 那 Thunder Blade家里面的4条4T的SSD的价格已经到了一万三 非常的昂贵 那我为什么会买这么贵的组合 实际的使用感受和读写性能又是怎么样的呢 听我娓娓道来 那首先我还是要铺垫一下企业 不然显得我实在是太想大冤重了 那之前我用的是硬盘盒 用的是那个Lessy的Tubic Dock 那它里面呢是配了两块的3.5寸机械 放着我的实木桌面上共振相当的夸张 那即使我在底部在这里贴了四个脚垫 现在已经很脏了 贴了这四个脚垫 它依然我无法完全的抵较共振 那后来呢我就用转接盒 转接了两块SETCO的SSD进去 共振是没有了 但是呢我又听到了它后面自带的分扇的噪声 它这个分扇是比较小的 是猫头鹰的牌子 虽然说它是温控的 但是很多时候啊它就会抽风全速运转 然后呢我就尝试把这个分扇给拆掉 但是呢会被检测到 然后硬盘灯这边 它本来是正常是蓝灯嘛 然后它会检测到分扇没有之后 它直接亮红灯 直接就不论盘 那么自从我的MBP换成ARM价格的处理器之后啊 最大的招应啊其实就是我这个硬盘盒 所以呢我极力的想要换掉它 那为此啊我还找了另外一个理由 那虽然我换进去了两个4T代SETCO的SSD 即使在线上看了啊 它的容量也是挺大的 但是呢我已经用了大半 而更高容量的SETCO的SD非常稀少 价格也不会比NVM协议的便宜 而且速度啊最高就500兆 也就是说这个硬盘和8T容量的SD已经到顶了 那么总结一下我购买的需求啊 就是要精英并且可过产性强 那这两个需求任何一点啊 符合需求的产品都巨多 但是放在一起同时满足两个需求的 我找遍全世界只有SoundBread这个符合 因为这两个需求啊其实是完全互斥的 支持4根MRSSD硬盘盒产品我找到了4个 但是没有分散的只有SoundBread 另外我还有个矫情的需求 我还有一个万兆的雷电口网卡 不想多插一条线在电脑上 然后呢我现在用的Studio Display也无法扩展 那我之前是插在LACY的硬盘盒上 而SoundBread它这边也有两个雷电口 那可以让我进行菊花链 但是SoundBread的价格实在是不便宜 直到几个月前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存储颗粒崩了 那当时英雷达财报是巨亏 而且还在裁员 那第一波降价呢我就买了5条4T的MR 不过他们是SLC的 当然当时没有太多的选择 即使有更便宜的火产的4T SSD 但是我不敢买 因为这些三线厂商的颗粒实在是太精选了 那我受到过很多次教育 这次不想踩 因为我要用4条SD做Redling使用 那必须是非常靠谱的 硬盘盒到手之后质根很薄 拆开直接把4条SSD替换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做一个标准测试 4根阻类的脸还是得优着点 一晃几个月过去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这个硬盘盒有个非常差劲的体验 就是硬盘的状态灯 通电的状态是白色的很漂亮 但是连上电脑识别之后 它的状态会变为蓝色 一闪一闪的非常刺眼 我只能给它一点装饰 当然这个装饰看起来好像档次还提升了一些 然后我们进入性能测试环节 至于官方的介绍 硬盘盒的速度最高是2800兆每秒 上面还有一个上标1 但是我并没有找到什么解释 我买的硬盘盒读写冬超过了3000兆每秒 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 我做了一根到四根SSD并行跑的测试 单根的速度被限制在800兆 只有四根RAD0的时候才会达到标称的速度 好在这种情况我在买之前就知道了 不然你预想在单根也能到2800兆的话 那肯定会失望 之前有跟做移动硬盘的厂商讨论过 他们说这种情况是为了控制温度 不然被动散热就会有问题 然而2800兆远远不到雷电340级的带宽 显然剩下的带宽应该是给局化电的设备预留的 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无论是单根硬盘还是四根硬盘 他们的随机读写速度几乎无差 那我测试过单根硬盘和四根硬盘 分别拷贝25G的小文件 耗时是一样的 那这说明我们单根线程的极限就在这边了 而我们高强度的使用硬盘 绝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单线程的 所以你买再好的硬盘也无法堆出速度 接下来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点那如果你要买一块兼顾速度 安静扩展性的硬盘盒 那SenderBreader可能是你唯一的选择 当然我这几个月没有注意过市场或是有新品 如果你发现的话可以告诉我 那第二点我知道大部分呢都不会去买这个硬盘盒的 毕竟非常非常贵 但万一你需要买的话有一点千万要注意 如果你想在PC平台使用 你的PC上必须有雷列口 否则无法识别 USB-C口它是不兼容的 那第三点 如果你为了速度要组LED0 顺序读写搭起来达到标创即可 不需要买太好的硬盘 那小文件的使用场景下 它无法靠硬盘堆出速度 那第四点 如果你跟我一样要组LED0的SSD 那么请跟我一样做好冷备 那这个硬盘盒里面是我最重要的数据 我写了一个脚本 不定时的同步数据到我的NAS里面 第五点 我买的这些东西半年后的今天 因为国产存储的雄起 已经有不少厂出了4T甚至更高浓量的SSD 如果你要买的话不妨考虑看看 那下次我4T硬盘全部换成8T的话 应该会买国产的品牌了 那第六点 如果你追求速度 Sandbread2800秒钟每秒的速度 显然未达到40G的极限 那么在我买的时候 已经有厂商研发出了4GM2的满速的硬盘盒 可以是单条满载 现在已经发布 价格好像是3000多 如果速度是你的第一序列 不妨去找一下试试看 但是还是要注意小厂的品控以及测试 可能是不到位的 要优这点 OK 那以上就是我这次分享 如果对你有用 请一定要散连 因为像这个视频制作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求求各位了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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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